清末,法国使臣罗杰斯对中国皇帝说,你们的太监制度将健康人变成残疾,很不人道。 没等皇帝回话,贴身太监姚勋,抢嘴道,这是陛下的恩赐,奴才们心甘情愿,你怎可诋毁我大清国律,干涉我大清内政? 大清国人人有病,什么病?做了奴隶,而不知道自己是奴隶,还以为自由是病。 林语堂先生曾说过,中国有一类人,身处社会最底层,权力时时刻刻在受到的侵害,却有着统治阶级的思想,处处为统治阶级辩护。 生活在红墙下的中国人,不也有不少这样的人,在中共镇压法轮功中,他们竟然说,如果我是中共,我也镇压。 既然政府都不让恋了,那就别恋了呗,谁让他们不听政府的?